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寻 多少次的口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情 你眼神外景又无际 日久它向进故乡 鸟子你可记得 徒弟的方向 爸爸你可知道 儿女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雨一生情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 在碧波万寝的北部湾 一路向南 水云天际间 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 浮现在汪洋之中 这就是维州岛 维州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最大的海岛 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 清澈的海水 细腻洁白的沙滩 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石崖 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 有了一种别样的美 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 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日射维州锅 风鞋别倒羊 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贤祖 在游览维州的时候留下的诗篇 独特的自然景观 让每一个来到这的人 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靠海为生的维州人 他们世世代代 在这座小岛上耕作生活 他们一起迎接风浪 也一起共享这一片海天一色的壮美 维州自古盛产珍珠 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 近朝刘新七所住的交州继承 去河浦八十里有维州 其地产珠 历史上维州所产的优质珍珠 一直是皇家贡品 唐宋以来 岛上居民逐渐增多 世代以捕鱼彩珠为生 明万里年间 皇帝派太监上岛 威逼岛上采珠人 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 从断望池中 采集到传说已久的一鸣珠 如果不能完成任务 就要全岛百姓以命益珠 然而冬季的断望池 水深不见地 鲨鱼环似 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为了岛上的颜安危 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遗民 一个叫富海生 一个叫驴春生 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 出海取权珠 到了断望池边 年长的驴春生 执意先下海 他邀记长绳 抱起一块石头 跳入海中 长绳尽头 由富海生在船上拽着 上面挤着一小段红布条 过了一段时间 忽然红布条 剧烈抖动起来 按照约定 这是水下的采珠人 遇到了鲨鱼 发出的信号 时间紧迫 为了救回驴春生 扶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危机时刻 海生用刀 把手臂划破了 全入水中 引开了鲨鱼 那个春生趁机爬上了小艇 从口中突出的珍珠 因此岛上的岛民夺救了 可是海生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福海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同伴 也挽救了全岛百姓 被岛上人视为英雄 他的遗父子出生后 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猪儿 并且约定猪儿 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 也就是从那时起 维州岛上的出海人 正中立下了一条规矩 同船何条命 意思是 出海的人同在一条船上 生死都是一条命 遇到危险 一条船上的人 要同命相连 同生共死 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 至今仍被出海人 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 清晨 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 这是一项破具风险的工作 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 徐庆雄就要潜入近十米深的海底 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 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 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 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手腕 现在在水下潜水摸螺 跟古代采集栅树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就分工 一个在水下作业 一个在小艇上看 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 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 猛拽那个绳子 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几百年来 在维州岛 无论是撒网捕鱼 还是下海作业 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 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 有的时候波澜不惊 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海浪 数百年来 维州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 台风和海浪的侵袭 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逆境求生 共度难关的岁月里 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 也梳洗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盛产珍珠的维州 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寄予的目标 明万历三十六年 交纸贼守翁傅 率贼船二百艘入侵维州 许多诸民被海盗裹挟而去 生死未卜 维州中军守备驻国泰文迅后 率战舰前往追击 终于在青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 把渔民解救了出来 但是由于地形不熟 潮水退去时 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贪图上 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 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 掩护诸民们 驾驶小船先行撤退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移民 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 他们说同一条权去同一条命 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 想把朱将军抢救回来 最后寡不敌众传入西乡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 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 使围州岛人在北部湾地区 威名远洋 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 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 成为海上丝绸之路 过往传之的修养和补给重地 围州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 如今每到农历十一月初九 祝国泰牺牲的日子 在威州古镇大海边 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 一场独特的祭祀仪式 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 既以三生搏酒 告慰那些长年于海上的英雄 呼呼爱在 福费诚恰 祝公有灵 由我为州 清朝末年 为躲避战乱 大批来自广东 广西 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 陆续登岛定居 由于岛上耕地稀少 面对茫茫大海 狂风巨浪 原本长云农耕的客家人 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 面对艰险的环境 客家人一人有难大家帮 一家有事摆下盲的古老传统 发挥了作用 大家像客家仙人南千石那样抱团取暖 团结互助 开始了新生活 大海互产风巨也充满了风险 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 互帮互助 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 逐渐学会了织网驾船 撒网射调 由原来的山耕农户 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 维州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 古老的同传和调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岁月更迭 著名的珍珠产地断望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 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 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 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在维州岛立志山 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 都要完成一件大事 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今天又轮到我们欺仔签 每年搞变弹的祭祭 红丹 丹丹 维州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 井水甘甜爽口且中年不绝 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 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境 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 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 同在一个岛上 有难同当 也要有福同享 今天我们帮老人 以后我们老了 别人就会帮我们 大家便定下个规矩 每个月初一 安排专人到仙境挑水 给孤寡老人饮用 祈福他们安康 结果扁丹的人 要负责照顾孤寡老人的起居生活 一百多年来 扁丹传了一代又一代 他挑起了维州人的幸福 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挑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 海岛的天气变幻莫测 一场台风即将来临 维州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 65岁的陈光泉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 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 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 尽管年纪大了 但陈光泉还是忍不住下到水里搭把手 维州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 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 1986年第九号台风袭击维州岛 在维州岛东面捕鱼的一百多艘小船 来不及赶回避风港被巨浪掀翻 当时只有33岁的陈光泉决定 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大伙建一个港口避风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 我就想出一切办法 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大海 离这最近的避风港离这有多远 有几十公里 那船底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 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要两三个小时就开到南湾 维州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叉 很多人曾经动过再次建港的念头 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 风急浪高施工困难 一根铁杂 一副手套 开始了他三十年建港的奋斗 在沙滩上建港口 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 陈光泉没有石料 就到处找石头来填海 海边的石头运完了 陈光泉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 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一千多就两千斤最重了 有时候一锅都敲了就要两千斤了 有时候小的就三五锅 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一块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 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 一步步划入大海被沙滩淹没 忙活了一个月 留下来的石头不到十几块 但倔强的陈光泉没有退缩 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 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 梅丞翔1989年的异常台风 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我说太辛苦了 夫妻见了 他说想不见守不得 他来人你辛苦你我也懂 谁说他都不听了 他要做要坚决做下去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 陈光泉一点点的坐着 大家看在眼里 心生感动 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现在帮人家 后来人家又帮你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宣传的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 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 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 每次出海归来 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三十多年来 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 凭着为乡亲们造福 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 默默地忙碌着 由于劳累过度 当年的精壮汉子 已经两并搬牌 伤痕累累 我觉得这三十多年的付出为这一个港值得 我牙齿搬掉了 我都不愿 搬那个石头 处理太大 摇 摇着的牙齿 摇着 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几十年下来 陈光泉摸清了大海的脾气 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搬运石头 潮落的时候就清理河道 为了修筑防浪堤 他使用了二百多万块石头 先后累死了二十多头牛 如今 蜿蜒三百多米的简易港口 成为附近一百多艘渔船避风休息的港湾 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三十年的时光 陈光泉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 造就了新一代同传何条命的传奇 在维州岛 客家人足足辈辈流传的一句 青霜打死单根草 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艳语 越是到了关键时刻 维州人越能团结起来 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 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维州人 2016年10月的一天 北海桥港镇渔港 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 无法控制 静止飘向周围的渔船 情况危急 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 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 一旦火势蔓延 渔港内560多艘渔船 都将遭遇灭定之灾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 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 跳进了海中 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 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 这位民警 就是从维州走出来的警官 洛春尾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 拿起一个缆绳 因为我海里跳 他跳到海里面之后 我还得喊他 但是他也不理我 投资不回的 就往失火渔船那里 我去了 在洛春尾的带领下 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 参与救援 顶着浓烟和烈火 洛春尾和随后游来的 四位渔民一起 成功地把缆绳 绑到了失火的船上 岸上的人们 迅速把失火船 拖下岸边 扑灭了大火 五百六十多艘 总价值三十三亿多元的渔船 竟五千多渔民的生命财产 获救了 但洛春尾却再也没有回来 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 这位在维州岛上成长起来的景观 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周中尾的行动体现出维州岛人 长期坚守的同船和条命的可贵之处 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 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 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如今的维州岛 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 和淳朴的人文环境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 岛上有七百多家民宿 两千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 维州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 接纳了他们 部分内外 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 给维州岛带来了新的发展 地处茫茫大海之中 维州岛经常遭遇台风 2014年7月 强台风威马逊来袭 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维州岛 岛上一千多间房屋受损 当时在维州岛经营民宿的湖南 让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 蜷缩在屋里 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 及时赶来 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 排忧解难 狂风一刮就是十多天 岛上交通中断 水电瘫痪 维州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 当时有二百多名游客 滞留在维州岛石旁河村 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 维州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 自发伸出了援手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的 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 组建了一个大食堂 用来解决当时 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的大米 都拿了出来 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 同吃一锅饭 在他们看来 来到了岛上就是一家人 既然遇到了台风 大家就要同船和条命 共渡难关 维州人的善心善行 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异乡人 他们都说 同在维州岛就要同做维州人 投桃报李 墨小鱼和他的同伴 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 定期到村里照顾当地孤寡老人 坚持到海边清洁海滩 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维州岛人长期坚守同船和条命 这样的一个老规矩 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和魔力当中 明白一个道理 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 人们是修其一共的共同体 大家命运相关或福相依 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这一天是维州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 在岛上不管是哪一家有起事 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 从筹备到开席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自发地做起亲切餐具 采购 切菜 上菜的工作 宴席结束后 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 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 当地人把这种习俗称为分食 维州人用一份份食物 把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维州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 当掏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 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 父辈的叮咛 你会感觉仿佛这所有的奇景 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 在这座小岛上每天都有人 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 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 时代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着 但是维州岛人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 并且在沧海桑田当中留下温暖的印记 外国沿递 我的心连着你 你的目光 路多长 你就会牵挂多长 走过那么多地方 经历那么多风霜 一条熟悉的小河 总在心头流淌 也许沧桑灰暗淡时光 也许泪水会朦胧眼光 因为你前面的风不再冰凉 你此爱的目光温暖着我的心房 也许沿海会装满惆怅 也许终将会飘落远方 因为你明天的路不会迷茫 你期待的目光指引着我的方向 你期待的目光 指引着我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